各位,你好,我是杜根凯 在我生命中,经历了一个很神奇的一事 就是我的生命几乎是没有了 请听我太太详细讲给你们听 我怎样经历这个问题 我好多谢神,在我这个过程中 完全是见证到神的存在和他的大名 给到我是很有信心的 我是杜太,我先生在去年九月中的时候 突然间脑血管爆裂 就是医生说是中风的 就是危在弹直的了 医生说要召唤家人来见最后面 在那个情形之下 我就很无助 很无奈 我先生是基督徒,我就不是 之前我就不是基督徒来的 是一个很迷的佛教徒 迷到吃到五六年长齋 上台广告的学人 我先生就是突然间爆血管 跟着就住了几天医院 就出院 就其实不准他出院的 不过要做一个检查 他不肯做 就是在大腿那里动物开孔 就透过心脏的血管 去到颈动物 然后就打点遜影剂 上脑那里看一下 哪个位置出问题 就看做不做手术 他就不肯出院 出院五日之后 半夜抽筋 昏迷 送入医院 医院医院医生 一看回报道 就说他这次出血 就比上一次更严重 整个血浸着脑 头大了很多 医生说他生存指数 只剩3度 当时我就很茅 见他昏迷 就帮他做了个检查 检查不到 找不到哪条血管爆 条条血管都很清楚 是唯有那些血浸着部位 就看不到 做不到手术 没办法帮他 他说放他进心肢治疗部 两日后 9月27日 我回下工 突然打电话给我 要我立刻去签名 立刻明天要帮我检查 因为如果再不做 他就一日内 即24小时内 或者两日内 他就走了 那时我就 真是很茅 人生去到最谷底的 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他支撑我 我一个人是 撑不到 撑不起的店铺 也没有能力去照顾两个女儿 因为我要分身去照顾这么多 我可能会精神崩溃 觉得我自己 那我就 没办法 真是半夜 3.04夜起床 起床 跪起床 看着天 当时天很清 很蓝 很靓 很凌静 那我 那两个女儿睡了 家里静回我 自己祈祷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之间 很认罪了 由小到大 记得的罪 全部都说完 说完 就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 然后就求他 明天 给医生 帮我先生找到原因 可以对症治疗 我说 圣经记载 我说 我说 我先生的病 你一定医得好 我指引你 我靠你 我不理 我靠你 我交给你 我说 我现在没有人可以依靠 唯有的 唯有是你的 一路一路 祈祷 然后 说完了 哭完了 起床 跪了跪了 起床 走了几步 回到厅 当时整个人 什么都没有 然后 主愿我同在 主愿我同在 然后又一句 主愿我同在 然后 我跟着说 主愿我同在 然后 自己的意识 就说 好还是不好 这句话 为什么 就是是否 告诉我明天的手术 成功与否 然后说 糟了糟了 很害怕 什么意思 没有人问 想打电话给姑仔 没有半夜三更 确实死他 以为有什么事 没有了 糟了糟了 怎么都要等到天亮 即是说有个声音 你感觉一个声音 是吗 是 我从来未听过这句话 因为我以前没有看过圣经 六点钟 我姑仔来我家 接我去医院 第一句话 开门给他 问他 主愿我同在 好还是不好 当然好 我去医院 九点钟 推我先生去做检查 检查到 我在外面 不敢停 不停 祈祷 跟我姑仔两个人 一起祈祷 祈祷十一点点 医生出来 就跟我说 找到原因 医生可以帮我做手术 很开心 即时我的信心 大了很多 真的 多谢主 多谢主 又继续其好 接着就下去做大手术 手术就是在大腿的动物上 放一些铁圈去 在爆血管那条血管 那条血管 遮剥了的 在那条他的位置 在那条位置就爆 手术就放一些金属圈去 堵塞住血管 然后就不让他的血流过 就是不出血 就不需要浸坏的脑神经 和脑组织 细胞 他就 帮他做这手术 要三 四个小时 我便不断在外面祈祷 跟我姑仔 祈祷 祈祷 因為醫生說放最生氣的圈是最危險的 手術成功與否 因為怕它跌落 脫落 穩不穩 脫落 上面之前放的那些就鬆 跌落 跌落 祈禱 祈禱 祈禱到五點多 接著五點多醫生出來 就很開心告訴我 手術成功 由那一刻 我的心向自己說 從今以後 我一家人的生命 全部屬於耶穌 因為對現了他跟我說的說話 因為我以前未聽過 又很害怕 但原來這句說話是好的 我就說 好還是不好呢 主要我同在 原來是好的 對現了 第一 找到原因 第二 麻醉科給了一個高級顧問醫生 兩個高級顧問醫生跟他做 第三 手術成功 就是很奇妙 後來我才知道 他是屯門院第一例 手術成功 就是很無因 所以我很感恩到 他告訴我手術成功 那一刻我已經別無他求 我已經知道 已經知道主耶穌的愛對現了 我是真正的 我正在刺這個神 我正在信這個神 神是真正的 他沒有說謊 接著一直康復 現在一點後來都沒有 在舖頭負責執藥 現在在舖頭負責執藥 所以我們教那個同工說 神有一個很奇妙的結作 放在舖頭上 很大舊的 有空去看看 這樣就是我先生 在我先生身上 是很兌現神跟我們說的事 9月3日那天 葉牧師去我們教會 跟我祈禱 接著我卸了字 葉牧師就跟我們一起去醫院 探望我先生 葉牧師就進去心治治療部 教我祈禱 又祝福他 又按手祈禱 跟我先生 一路祈禱一路祈禱 祈禱得很晚 一班弟兄姊妹就在心治治療部門口 圍個圈禁食祈禱 跟葉牧師一起 葉牧師又去跟我先生 我一進去就見他發燒 做完所有事後經常發燒 發燒 發燒 又低又高又低又高 醫院最怕發燒 因為怕他發炎的腦裏 我一進去 我一進去就 它是 左邊 整邊是紅的 紅到魚 右邊是黃的 我很害怕 我摸著它 我聽葉牧師教我 按手祈禱 葉牧師進來 站在那邊祈禱 我繼續跟葉牧師祈禱 站在這邊蹬 站在肘裡 站在牧師露 臂臭 站在海邊 我 students регバros 這裡有種熱自古惡 直到 CRA 有一次祈祷之後很清醒,初初不清醒,很清楚,有一次祈祷很清醒,瞇眼 是,應該是醒醒,如果不是2號還是3號,又是我跟葉姆斯一起祈禱, 她就問她,我是葉姆斯,你記不記得我,我來和你祈禱的肚子,和你祈禱的肚子是否很舒服呢? 如果是,你就大力的咪眼,要真的大力的咪眼,她由她出事,到她很正常人一樣,兩個多個月, 如果她不說,人們都不知道她發生過這麼大的事情, 是神改變了我們生命,改變了我家,我爸爸媽媽,弟妹那些都信了主,很感謝主, 因為我每次跟她回去深圳,探我爸爸媽媽,一邊喝茶一邊吃東西, 我媽媽都看著她,真是要多謝耶穌,真是要多謝耶穌,真是很多謝耶穌, 因為我媽媽,因為我媽媽所見過她的同學,親戚朋友,仲宗那些, 仲宗那些都是,仲宗就是長期睡幾年床, 而且要是要擺獎,她完全沒有這些事情, 她完全沒有這些事情, 我好多謝神,在我這個過程中, 完全是見證到神的存在,和他的大力, 令我十分有信心,